欢迎收看 越来越好吃 我是齐慧 其实现代人是对于健康 越来越讲求 越吃越健康 那特别是这个饮食习惯 也跟着变化起来 那不管是吃这个素食的 或吃蔬食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当然啦 素菜也不会像以前 大家觉得好像很乏味的样子 要怎么样呢 甚至没有肉还一样好吃呢 今天就要请主厨来 教我们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素菜 蜜汁素脆扇 欢迎我们的建轩主厨 大家好 主厨你好 今天要怎么样做这个 蜜汁的素脆扇 是怎么做 制作蜜汁素脆扇 需要的食材有 干香菇二十朵 香菜梗十克 葱一汁 红辣椒五克 面粉一百克 调味料则有 无醋五十cc 糖五十克 酱油十cc 蜜汁就是甜甜的 好 那素脆扇呢 我们用素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干香菇 那所以这边前面呢 我已经有把干香菇呢 先泡了水 对 然后泡了水以后 它就泡发了 软了 软了以后呢 我们这边呢 就把它地头给剪掉 然后呢 我们再沿着它的一个纹路 边边 用剪刀 对 边边开始先剪 扇鱼呢 它其实就有点像 这是它表面的那个一个皮 对对对 然后里面的肉呢 是带白色的嘛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的型啊 来取决于说 它就是一个脆扇的一个样子 形状 对对 然后呢 素就是做 因为我们用的是干香菇 对 好 然后我们就沿着它不断 真的耶 那不知道了 剪不断之后 你就会看到未来的老公或老婆 这又是哪一趴了 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你这个手工艺算很好耶 真的啊 你也可以试试看 来来来 你说我吗 是啊 好 我刚刚有洗手了 这把剪刀可以用 我加持过的啊 好加持过的 对对对 你看 这样剪完以后 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香菇 那看起来就像一个脆扇 扇鱼 然后从边边 对 沿着旁边 它其实有一个雷斯边 你先沿着雷斯边 先把水给解掉 如果你没有沿着雷斯边先剪 你直接把它剪掉 你会发现它的厚度会特别的厚 因为等一下它变成是脆的扇鱼 对 那势必然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油炸 把它的水分再把它取出来 对对对 好那这样子我们当然稍微吸一点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们在炸的时间是稍微会缩短 对 好这也绕圈圈 这个也可以叫小朋友来做 对啊 而且这边的一个 拿着剪刀像做美饶一样 重点是不是一定要把它的水分挤干 越干越好 越干越好 它才会脆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干香菇本身 它已经去做一个干燥 先把水分给脱掉了 对好了老师 哇 太美了 可以吗 非常非常地美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轻松一点 因为我这集会很忙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 你赶快 我看你站在旁边而已 我这集真的超忙的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真的真的 好那我来我来 确实刚刚说到了 就是要把水分给挤掉 对 那水分挤掉 等一下我们在炸过程当中 确实时间也会缩短 缩短 等一下好了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沾一点粉 沾粉吗 对 一定要沾一点粉 但要沾粉之前 除了我们刚刚把香菇整朵拿起来 有把水分挤掉以后 现在的分子变得更小 大家可以这样做 再把水分给挤掉 挤掉 对 再来 你看挤了以后 很多 你看这有多少的水 好 这时候爆发力都在这里了 真的 好 那挤完了以后 等一下我们要沾一点点面粉 面粉 那面粉有说要 中筋高筋或低筋吗 我们在做料理的粉的时候 尤其在中式里头 已经没有什么差异性了 我们选的其实就是 筋性越低当然也没有差 筋性越高对我们来讲 都没有什么差异性 OK 因为它是要炸过 对 我们要炸过 那我们现在这个面粉 我们把它放进来 大概几匙呢 我们只是 这个量大概只是要沾裹 在这个整个香菇里面 薄薄的一层粉在上面 就可以了 一定要沾面粉 有时候大家就会问说 那我是不是要沾太白粉 或沾任何的粉 我建议大家不要了 因为你那一些粉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加热以后 它会产生粘性 对 这时候在里面炸的时候 它就不会是一个一个分明的 我们沾这个粉的作用 只是把表面的水分再吸干 了解 让它可以炸出来更脆 对 更脆 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对 它就只是让它表面水分 在吸干以后 再进去炸的时候 才不会产生油爆 了解 这是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只是薄薄的沾上一层 这样就可以了 对 薄薄一层就好了 你可以看我们随便先夹一个起来 就薄薄一层再上头 哇 都裹到了 是 那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稍微放着一下 比如说静置个一两分钟 对 这时候呢 我们的油锅这边也在起了 好 那等一下我们的油 油的温度 我们大概起来150度的左右就好 为什么 嗯 因为呢 你温度太高 它炸不脆 炸不输 它就不叫一个脆散 哦 就变软散了 对 软散了 对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要记得 不管是中低高的面粉都可以 然后千万不要用玉米粉 玉米粉 泰白粉 泰白粉 这些都不要 都不需要 好不好 老师说啊 你要听啊 你不听啊 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师就带你住套房 做软散 对不对 有 我一定是听老师的话 你听老师的话 从上次打蛋开始回家 都这样子开始打了 真的 那我想问 就是很多人会不知道 油锅到底150度到了没 我要怎么样知道 当我刚刚做一个的时候 我先把筷子放 手放下去还得了 对 阿基斯 手都放下去 小编还需要我 老婆需要我 好 你看 这个呢 放进来 你看我们的 木头筷子的 油温的水面的地方 它就形成一些泡泡 它就开始 温度应该有150-160 慢慢开始起来了 可以用这种泡泡来取决 这个很重要 而且这个筷子 一定是要用木头筷 不可以用不锈钢 了解 不锈钢还得了 那个热都传上来了 而且不锈钢是没有密度的 木头是有密度的 了解 所以相对呢 它在有油温的控制 因为木头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水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测出说 它的油温到底在哪里 了解 所以这个要几度 你说一下 150度 150度吗 为什么要用150度炸 因为你温度太高 水分没有慢慢被抽走 所以你只是把它炸 外面是熟水 可是其实里面水分没有离开 也看起来还是一样软散 所以一定要用150度来炸这个脆扇 那其实刚刚的温度 我稍微有到160 170 为什么 因为食物放多了 温度自然就会降下来了 这也是一个技巧 所以有时候你说真的做差 像科学这么的依据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真的比如说照 祖族说的 要150度这样放上去 可是凉了老半天 奇怪什么温度都下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的 就很难去控制它的油温 这个时候 讲到150度 我就想到另外一首歌 而且我女儿超级爱 带来给大家 带来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来大家会唱的 一起唱啰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天 八月成五的阳光 都没你耀眼 恋爱105度的你 滴滴清澈的沉流水 是不是还想再听 但sorry 我们节目时间长度有限 不要 听我唱歌很贵的 我想到这一首就是 105度的你 虽然它跟150度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它有这个105 然后我就想到 跟这首歌相关联 对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样子也可以兜得起来 是不是 一定要 而且这首歌啊你知道吗 我女儿啊非常非常喜欢 她指定啊就是 我要就是每一天 唱这首歌给她听 她才会睡得着是不是 对 因为我女儿很爱听我唱歌 跟讲鬼故事 那一定是听你唱歌 鬼故事也很喜欢 真的 你鬼故事也用唱的吗 没有 但是我看到一个 对于很多人来讲 很像鬼故事的东西 香菜 真的 真的 这比鬼还要恐怖 这比鬼还恐怖耶 各位啊 很多人不敢吃香菜 你要放香菜梗喔 是 香菜的精华跟精神 就是在梗的部分 那如果不敢吃香菜怎么办 不敢吃香菜呢 其实今天这个香菜 是多一个 芹菜可以 甚至我们今天搭一点葱花 葱花也可以 所以各位害怕香菜的朋友们 如果不敢吃香菜的话呢 可以用葱花或是芹菜 来取代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一个绿色的东西 来做一个取代啦 那这边都比较偏辛香料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一个葱 切成葱花 对葱花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粘裹在 每一个的那个 脆扇上面 脆扇上面 好 这边的部分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辣椒 辣椒 我们有绿的 我们也带一点红的 很错 我们辣椒 有黄的吗 黄的呢 就不用了 不用黄的 黄的就不用了 好 红的绿的已经配得很厉害了 好 那我们把辣椒籽稍微拿掉 有一首歌 曲折配的红的绿的 红的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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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听过 小的远的 变的好的 坏的丑的 美的旧的 新的丑的 各种快事让你选择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过了 这首歌就是有红的 黄的绿的 你讲到这个 很不错 我反应很快 真的 果然是越来越好吃 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好吃 煮的又好吃 越来越好听 你又会煮 力高煮 好 而且我看到 翠山已经浮起来了 感觉已经 快要完成这道料理了 它已经慢慢开始 它的 你看它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 它的一个泡泡的部分 越来越细 越来越少 要不要 水分也越来越少了 对 那这时候就会形成 我们要的脆散的 那个脆的一样 了解 所以这个温度 当然不能高 当你高的时候 只是把它炸黑了 炸深了 而且今天我们选用的是 一个干箱 观山菇又是一个 颜色比较深的 那你又炸焦了 那还得了 就会蜜嘛 对啊 整个颜色看起来 都不是这么的美 了解 好 那我们把我们要的 辛香料都已经切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再为了让它波动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 拿起来它整个 都已经定型 这个撑在那个样子 代表它水分 越来越少 也代表越来越酥脆 那泡泡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了 已经越来越少了 而且密度越来越高 那相对的 它的一个脆的一个样子 就开始形成了 因为像是我公公 他是吃全素 所以我想说可以跟你学到 然后明年我就可以来做这个 素脆扇给我公公吃 太棒了 然后这样子红包就会多一千块 一千块 那再教你多一点 拿个五千 好 让我们一人一半 对 我知道 你拿四千 我拿一千就好了 不要 你自己 这一集不要播了 公公会看到 公公会看到 叫公公不要看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现在那个素菜 越做越好 是因为我也很常吃有一间 因为台湾有一间那个 米其林三星的那个蔬食店 蔬食 对 我觉得其实越做越好 然后越来越多变化 不会像真的是 以前那样子的 好像觉得 好像素菜就是 就是一些豆制品的加工 对 很无聊 你会发现其实 豆制品的加工 它的热量一样很高 对 其实现在我们做素食 蔬食就回到一个点 就是说吃原型食物 对 那尽量少吃一些加工品 好 那我们让这个 你吃到的一个 进到你的一个身体里头 这个养分是自然的 天然的 而不是人工 而外去做添加的 我觉得这样就非常棒 我很喜欢你的料理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其实前面几道 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你的料理 都是吃原型食物 是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你也不会去做 过多的调味 就是调味 不用太多的调味 其实就很简单 盐巴胡椒 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调味料 当然在一些 我们不太用到 加工品的这些调味料 或者是说一些 半成品的调味料的时候 你相对的吃起来 就是很自然 那当然要有一些佐料 是势必一定要有的 你吃起来感觉就不太通了 了解 那讲到这个佐料啊 我们前面的这几个啊 是它的sauce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就要来调配它了 等一下我们就 把它全部倒在锅子里头 我先让你吃吃看 太棒了 因为你刚刚唱了 没有 我直接手来就好了 不不不 你刚唱得太好听了 没有吃怎么可以 我手耐烫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你看看够不够酥脆 有没有点脆脆的 硬硬的 有没有听到 可能不只这些钱 所以也不要弄到太酥 我们带一点口感在里头 你会发现等于就是外酥内软 对对对 然后等一下在八股 我们要的这些蜜汁 那整个口感上去有所不同 好那你看 刚刚我们切出来的一个香菇 这么的厚 现在只剩下这么的细 硬起来 对 好那我们就把多余的油给它倒起来 好哦 我们在同一个锅子 我们都不用去换 也不用去洗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锅 我们再来做这个一个蜜汁的部分 然后再让它再浸浸过去 这个动作叫什么 这时候你看 油温它就是里面还有 我也不急得理它 所以这时候它可以慢慢的再去里面 再把我一点点的水分把它煸走 那这样子我吃起来的脆度就会增加 了解 好那现在这里锅子长留一点点油 没有问题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糖 糖 糖放进来 好蜜汁 不外乎这个蜜就是甜甜的 对 甜蜜蜜的 吃滴滴 吃好心 太棒了 甜蜜蜜 甜蜜蜜有什么歌 在哪里 你要过彩 有 再等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醒 最后了 哈在梦里 老师你不干坏好我要继续唱的 梦里 好 刷 停的正是时候 我觉得我把它当歌厅秀在主持 太棒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时候唱的时间点结束 ending的非常好 非常完美 这时候已经糖开始做融化了 你看看在煮这个糖很大一个重点 我们不要拿东西去搅拌它 没错 一搅拌它它就会反杀反潮 就会结颗粒更多 这时候呢 我带一点乌醋 乌醋 对 我从锅边下 旁边淋下去 然后有那个锅器 对 锅器 把锅器嗆出来 好 然后呢 我可以带一点点酱油 刚刚有甜了嘛 对 咸是靠一点点酱油 所以这个蜜汁呢 吃起来就有点甜甜咸咸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火再把它打开 对 打开 这时候我们就靠这个水 来去煮这个糖 那刚刚我去煮的过程当中 是让它有点焦糖色 所以我不去嚼它 虽然我们现在下了水 你可以发现哦 现在的糖形成一个脆饼 对 我们就靠刚刚的乌醋 跟这个酱油 这个水分呢 开始把这个糖煮到溶解 溶解以后呢 它开始就会开始浓缩 对 浓缩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蜜汁 那这时候等一下再沾过 我们这个一个 刚炸好的这个香菇 这样就可以了 没错 但是啊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糖的 焦化的时候 要跟提醒大家 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这个糖在焦化的时候 那个什么 温度是很高的 小朋友千万不要在旁边跑来跑去 千万不要说厨师 还为什么用手吃 这个糖绝对不行 这个这个绝对不行 油还可以 油还可以 对不对 意思是说 其实有人真的这样做 可以 可是糖 糖千万不行 糖的溶点很可怕 很恐怖 它太可怕了 对 这要提醒大家 那你看我们现在刚里面 带一点油的时候 好漂亮的颜色 它的一个焦糖呢 就会形成有点 油亮油亮的一个样子 对 糖就开始做融化了 那我们等一下 它的蜜汁就会形成了 这时候我们等一下 只要煮到糖 这个溶解 对 泡泡的样子 开始越来越大顆 然后浓密度越来越高 消泡的样子 是越来越 等一下慢 那这时候代表 这个焦糖已经煮得快完成了 原来 那糖溶点高还有一个点 我现在先把火关 因为锅子还有一个热度 好 我们就利用锅子本身还有热度 我们再让它 稍微让它溶解 如果你今天还一直加热 虽然现在整锅黑念 看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已经焦糖了 已经变苦了 对 那可是我们可以利用火 已经把它关掉的同时 利用锅的余温 然后再慢慢煮 这个一个焦糖 好 那你看我们在 嚼的过程当中 可以感觉到 这边还有点糖快 对 那我们就等它溶解 就可以完成了 一定要等全部溶解 溶解 不然你等一下会有一点糖霜 巴在这个一个 了解 香菇上头 那它整个色泽跟样子 你会觉得发现 就不是这么的好看 快完成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 再去开火了 那这时候 好 那个糖的颗粒越来越少 对 好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刚刚炸好了这个 裹进来 裹进来 好 那我们裹进去之前呢 我们还可以再开一点火 免得它就是回来了 又变成一个糖片的样子 因为这个焦糖最怕控制是说 你把它煮到变苦了 因为我们加酱油加污醋 已经感觉不出 到底已经是不是变苦的状态 那什么时候可以感觉到 尽量不要让它冒烟 冒烟就代表糖煮过头了 好 那我们这个树的脆上 你看现在的声音 对 很脆 真的很脆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 就开始去沾过 这时候所有的蜜汁呢 好 就会黏在这上头 对 而且这个很适合当那个 零嘴 开胃 零嘴 零嘴 对 而且又还蛮健康的感觉 是啊 虽然我们今天大家认为说油去炸 可是说实在你会发现 这个油呢 我们其实含量呢 它的一个水分 含油的量它也很少 对 其实说健康不见得说不吃油 叫做健康 没错没错 而且现在其实好油也可以 吃的好油 所以说材质健康 没错 我们就把刚刚最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一个 点缀上去 点缀的 香菜梗 葱花 葱花 还有辣椒 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稍微再拌 让这些辛香料呢 有一点融合 让它熟化才不会有点好 像辣味 对 那我们的素食 让我们准备要来盛盘 好 太棒了 你又把我桌上收得干干净净 对啊 一定要 其实现在你可以闻到 都是那些辛香料的香气 好 我们把这个素脆扇 把它盛到盘子里头 哇 这个太高级了吧 这个 哇 这个不得了啦 当然高级的歌声 要配合高级的食材 真的 很会讲话 然后再把它叠得高高的 对 步步高升 而且那个香菇的那个味道好香 太棒了 好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扇鱼的样子 对 真的很像是扇鱼 黑黑的 对 然后带一点白白的 因为它有点肉嘛 对 好 我们就把它摆成这样 那我们的 蜜枝素脆扇 对 太棒了 就要 完成了 蜜枝素脆扇的制作大纲 首先将干香菇泡水软化 以剪刀剪掉地头后 绕圈剪出不断条状 挤干水分 香菇丝均匀粘裹面粉 吸干表面水分 起油锅 油温控制约150度 小火慢炸香菇丝 直到酥脆形成酥脆扇捞起 接着将香菜梗切碎 葱切成葱花 红辣椒去籽切碎备用 将油倒出 锅内放入糖加热融化 从锅边倒入污醋与酱油 煮到冒泡浓稠后关火 用余温让糖完全的溶解 形成蜜汁 开小火放入素脆扇 沾果蜜汁 再加入香菜梗 红辣椒碎 拌炒均匀成盘后即可开动 耶 来享用我们的蜜汁素脆扇 这看起来真的很像鳝鱼 而且在我们吃碗里面看 这么硬 好快 好快 饼干 好好吃喔 而且 我加上那个 有点 微微的辣椒 这是自然的 我知道 我知道辣椒 这辣椒不能在公公食物里面放 我问你有知道辣椒吗 我没有 我只把它散开的啊 哇 那辣椒 太嗆了 太辣了 很辣很辣 但是呢我觉得很棒的是 它呢 可以当成就是 素菜 零嘴 零嘴 零食 零食 很好做 然后也非常简单 那如果呢大家呢 忘记做饱 没有关系 可以到我们的 越来越好吃的这个粉丝团 以及YouTube频道 来搜寻里面有所有的食材菜单 谢谢大家了 拜拜 也谢谢我们的主厨 谢谢 拜拜